日出陽光染紅整片天空 宜蘭太平山頭 還留著尚未融化的白雪 景色美到令人讚嘆 但氣溫剛回升一天 寒流又要來襲 銀白世界可能又會出現 27號到28號這段期間 在北部宜蘭的2000公尺以上 高山如果水氣跟溫度有配合 是有機會有降雪的可能 新一波寒流27號再度南下 28號 29號是影響最明顯的時候 中部以北低溫下探8到9度 其他地區10到11度 沿海空曠地區 有機會出現6到7度的低溫 最低溫的時間點 大概是落在28號的清晨 跟29號的清晨 也預估溫度最低溫 中部以北宜蘭大約是8到9度 氣象局預測 週日到下週三 在乾空氣的影響之下 各地晴朗穩定 但是夜間強輻射冷卻加持 日夜溫差很大 下週一 二清晨 平地最低溫仍然在8度左右 民眾一定要做好保暖 千萬不能大意 記者陳時戀林醫生王一仲 台北宜蘭報導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它跟病毒作用還原之後 它是還原成水的 所以對人體包含孕婦 對兒童都沒有影響 重要的是 它一天用上好幾千次 好幾把氣都沒有問題 很好奇在哪裡買吧 直接上快點GO